HELLO 各位觀眾,沒見一陣子了 這兩三天我都是平復我自己的心情 因為打開機就知道沒了 save 是一種很痛苦的經歷 特別是兩個月的時間全部的功夫白費了 Anyway 我都給了幾天時間,等一下留言 如果你有留言的觀眾想多謝你的參與 我把第一輪功頭的東西撮合了幾個方案 現在進行第二輪的功頭 其實在大的選擇裡面,我也考慮過一些觀眾的意見 加上自己的想法 大的選擇就是玩經理,玩球員,玩Ultimate Team 我就覺得如果玩經理,可能我就會講太多話 可能娛樂性沒那麼高 因為你都要分析一下球員 之後為什麼買他 最後都是對電腦踢球 另外Ultimate Team,網上也很多人玩 也是一些砌卡 如果你抽得好卡,當然是好 儲錢去到贏球,儲錢就要再買人換人 這兩個我都覺得 作為一個球員 即是玩一個球員 有一種成長的過程 好像有一個故事性 這麼吸引力的 所以我暫時決定仍然是玩球員 即是重新開始 Ultimate Team,可能不定期放一兩集 即是告訴大家 我現在對牌就砌到現在這樣了 另外,經理都可以遲些玩 因為我計算過 如果玩球員 通常在遊戲裡面20歲開始 應該30幾歲都要退休 即是球員生涯只有十幾年 十幾個賽季 當我五集拍一個賽季 六十幾集半年 其實應該已經玩完整個球員生涯 所以可能那時候 我就會開始玩經理生涯 即是可能會多一些資訊性的東西 以及經理看的東西 以及一個球員看的東西 是完全兩回事 即是考慮 即是有很多做經理很棒 但做球員就一般 有些做球員很棒 做經理就不可以了 那廢格上是一個好的例子 他其實以前是踢過萬聯 不知道踢了一兩年 即是沒有什麼成績 那些 誰知道一做教練 即是立刻整個人都不同了 即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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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職業的那個 表現 那另外 其連市民都是 他德國隊的角腳都是很厲害 金色軍閘機 但後來做教練 都一般搬後了 去了美國 教球 即是不是十分突出 別人仍然覺得他有一個球員的身份 所以我把經理 如果有時間 會放在後面 現在問題就是 玩球員 究竟玩哪一隊呢 我首先有個利益申報 如果我在英超 我是阿仙奴的球迷 所以 之前我玩阿仙奴 在西甲 我是巴塞的球迷 所以我自己玩就玩巴塞 但是 這些選擇 想重新來講 參考觀眾的意見 加上自己的想法 現在一共有三隊 以及要想一想踢什麼位 因為 可以重新考慮 好 那我們 看看現在 第一個選擇 就是繼續踢阿仙奴 EA就會上載 現在最新的 魂加的擺位 他是踢4-5-1 沒錯 4-5-1 如果最後決定踢阿仙奴 我仍然會踢 Wellback這個位 就是最前 也可以是踢 這個 Alexis Sanchez 現在進了八球 超厲害 射手榜的第一位 在他後面的中間 還有一個Casola Casola Casola 這個左邊 我就是傾向踢這三個位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如果你想我去踢阿仙奴 開始的話 好 這個就是第一個選擇 第二個就是有人提出踢萬聯 我都覺得應該會很好玩 當然我不是萬聯的勇等 但我亦都不是他的仇人 所以 和萬聯的確是一隊很受尊重 英超裡面的 很受我自己尊重 或者很受球迷尊重的球隊 香港都很粉絲 你看他們 都是踢4-5-1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是流行 英超 以前很少 那 箭頭雲配師 我又不會跟他們爭 如果我是踢萬聯的話 Runi我更加不會跟他爭 雖然他表現不一般 所以可能我會考慮踢阿根廷的角角 迪瑪利 Demaria 這個位 即是仍然都是左邊 或者踢中場 比利時的Lumoto 菲蘭尼 這個位 如果是這樣選擇的話 我就會做一些Creator的角色 或者叫Playmaker的角色 即是以前我們香港人所說的自由人 即是製造機會 以及比較要高一些創造力的球員 就不只是純入球 應該會狂輸送給雲配師 大家留意 我一開始就肯定不會代替他現在踢 因為他現在已經打正選 我20歲 我想我要五六個球櫃 如果看得好 領隊才會放我去一些重要的賽事 所以可能他們那時候已經賣走了 或者退役等等 但只不過是在討論的位置 這個就是第二個選擇 萬聯 最後一個選擇 我們就會脫離櫻超 去西班牙 西甲 但是我都決定不會踢我自己的涌等巴賽 因為這些我留在自己玩 首先我講我自己本身是美斯的粉絲 都是1.68 但是他們竟然可以做了一隊 這麼有組織 這麼有競爭力的東西 不過我應該不會玩這個 如果玩就應該會玩 比較厲害 就是銀河艦隊 Real Magic 這個王家馬德里 因為這一隊 雖然是我巴賽的死敵 但是這一隊 如果是算歷史的來說 他比巴賽贏得更多的大賽事 還有現在他真的粒粒巨星 就是一隊銀河的... 好像一隊銀河的艦隊 但是如果看一隊 他們打4-4-2 位置上就比較敏 第一我沒有辦法跟朗拿道爭 第二賓斯馬 我都覺得難一點跟他競爭 比更加不用說 速度快到無論 所以我覺得唯一有機會就是 取代這個... 哥倫比亞的球員 這個叫... 諾迪古斯 因為他都很年輕 都是23歲 這個位置我覺得我才有機會可以表現 在左邊 我就會打Wing 即是打翅翅的 老實說肯定不會是主力 因為這隊的角色太厲害了 但是我覺得娛樂性和可觀性都十分高 我簡單講了這三個選擇 再重複一次 第一個是繼續留在阿仙奴 踢前鋒 後前 或者是踢左翼 或者是踢曼聯 可以踢自由人攻擊中場 或者是前鋒 或者是踢銀河艦 大家想看哪一個 在下面留言 過了幾天 過了這個weekend 下個星期一就會做決定 我們可以重新開始 好了 今集是很簡單 很短的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集重新開始 重新上路 下集見 拜拜